中文字幕提供 什麼是割到飯 對朱鎔華來說是媽媽的味道 是濃濃的人情味 也因如此 即使富貴食堂地土天僻 不迷而來的遊客依舊若意不絕 朱鎔華說 控肉是主菜幾乎天天都會準備 朱菜則都是在地能買到的菜 有時會有錢餘作為雙煮菜 菜色聽起來簡單 卻能讓原本不會煮菜的若鎔華 瞬間陷入回憶 他說煮的是記憶裡的大鍋飯 好 蘇生蔥 滑米粉 還有我們王淑莉 四三個家 還有我們的麵包打下去 想算灌滿了許多用餐後的麵在地簽名 但朱鎔華的用心不僅於是 客製化的料理讓人窩心 食堂布置也讓大家看見 會廣告米產業的用心 做餐廳的一碗飯 做完的時間 有的一碗飯在旁邊